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次的更新之中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全宇宙进化程度最高的种族 它叫做宇宙中央种族 2019年的盛光回归名相 形成了一个传遍全宇宙的意识斜震波 正是这道意识斜震波 引起了宇宙中央种族的注意 宇宙中央种族是全宇宙进化程度最高 而且在宇宙中央太阳附近生活 并且进行灵性进化的种族 现在这个种族已经开始关注到地球 并且参与到地球的解放工作之中 由于地表民众的意识水平已经进化到了一定的高度 他们才有可能跟进化程度如此之高的种族进行合作 由于地表民众和宇宙中央种族之间的互动 地表民众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知解放计划的某些面向 现在宇宙中央种族已经遍布于我们整个太阳系 他们合作的对象包括木星指挥部 阿斯塔指挥部 亚特兰蒂斯指挥部 毛素星人 天狼星人 仙女星人的星际舰队 以及抵抗运动 正面阿加森派系 还有某些特种部队 宇宙中央种族也会通过冥想 梦境 以及让你看到某种预兆的方式 来联系地表上身心灵修养水平最高的民众 视频下方的描述部分可以找到连接宇宙中央种族的冥想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冥想连接宇宙中央种族并且跟他们进行合作 匈牙利的伦吉尔女神能量漩涡已经成为宇宙中央种族的能量锚定点 这个抉择的动机涉及到1996年的执政官入侵 以及身心灵水平最高的地表光之工作者们之间的人际互动模式 亚特兰地斯晚期 地中海 殖民地的边界 以及伦吉尔文化的萨玛们 与银河中央太阳之间的意识连接 驻扎在地表的光明势力团队也会进行重要的改组工作 好让地表团队将来可以更好地跟宇宙中央种族以及名字为Sofarcom的特种部队进行合作 正义即将得到伸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